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對話韓仁時間 韓仁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有個問題要請教一下你的 很奇怪的一個新聞 委內瑞拉 大家都知道 南美國家和美國 牙齒印很多 但最近出了一個怪事 我們看了一個新聞 有某一個人突然宣佈自己是獨立的總統 自行宣佈做總統 而美國似乎又很歡迎 又說要送錢過去 究竟詳情是怎樣的 委內瑞拉是 美國家 原來 大家都知道 南美洲是美國的後院 後來出現了一些左翼的政府 譬如古巴 委內瑞拉 以前的總統查爾斯 跟美國差不多是死對頭 前幾年 因病過世 過世 他的 接班人 就是現在的總統 馬道羅 馬道羅在去年 大選的時候 當選總統 特票率非常高 百分之六十八點幾 差不多七成 其中有沒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我們不知道 總之統計出來就是這麼多 法院 就已經確定了是他了 並且現在 他的政府也得到了軍隊的支持 但是 這個國家 近幾年 認真 糟 經濟 真的相當差 本來 委內瑞拉都算是一個 資源挺豐富的國家 有很多石油 並且現在據說 每天都還向美國出口 六十萬塊石油 即是說 美國都要賣他的石油 本來這個國家 應該是不錯的 有這樣的資源 雖然賣資源 沒有什麼很長遠的前景 但是 在目前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最近幾年 委內瑞拉的經濟相當差 通過膨脹等等 搞到 人心就不太穩定 於是 就有些反對派出來 那些反對派 就在選舉裡面 也得到一些議員 甚至當選議長 這些職位 現在這個 剛剛你提到的 這個 致風 臨時總統的這位 叫做瓜伊多 就 做了 議長 那 當然 這個議會 沒有什麼很大實傳的 但是他畢竟都是 議長 假的都是 頭 這個 這個 年輕人 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 三十五歲 那 在美國讀書 留過學 那 現在回到去 就是成了 委內瑞拉 這個 反對派的 頭 雖然以前 不是很出名 但是 最近 都很出風 好了 到 這個月 馬道來 這個 當選總統 就 就職了 就職的時候 當然 跟美國的 牙齒痕很深 那麼 美國當然 不太刺 那麼 有些人 示威啊 那麼 趁著這個 這樣的 動亂 呢 這位 瓜伊多 年輕人 就出來 突然 就自封 他才是臨時的總統 馬道羅的政府 就沒有 法理基礎的 他才是 這樣 搞到 馬道羅呢 就有些 就是相當不高興啦 關於 當一 宣稱自己才是總統呢 美國立即 第一時間就承認他了 並且不僅止美國 還要拘捕了 一班 自己的好朋友 什麽法國 加拿大 這些 南美軍的國家 什麽巴西 玻璃維亞 這些國家 都支持這位 自封的總統 當然 馬道羅 又不是說 一個人在這裏戰鬥的 他亦都有朋友的 那麼 誰呢 最大的 就是俄羅斯 那麼 大家都 如果還記得的 就是 這個月早些 早那一陣子 曾經有兩架俄羅斯的戰略轟炸機 就在 偉律上 停過的 停過的 目的是什麽呢 是演習 還是什麽呢 我們又不是很清楚 但是總之 有俄羅斯的軍機 都在它停過 那麼很顯然呢 俄羅斯和這個馬道羅呢 都幾好朋友的 除了俄羅斯之外 還有土耳其 土耳其 阿里多安 大家都知道的 到來都是有少少 就是 獨立 特行的 他不理你美國 也不理你俄羅斯 總之他想這樣就這樣的 這次呢 他也都站在馬道羅的一些 那麼 還有 據說還有麥犀哥 麥犀哥就是 美國 南部的輪郭 但是呢 麥犀哥似乎對 委內瑞拉 和美國的立場 是不一致的 所以有 若干的拉丁美洲國家 承認 這個 反對派總統呢 麥犀哥 不用 那麼 中國 中國 就 一直都是說 堅持 不干涉 別國的內政的 所以 委內瑞拉 不管你是誰做總統 總之 我們 不干涉 說不干涉 就等於 就站在馬道羅的這邊 是吧 並且 指責美國 就 插捨 這個 委內瑞拉的內政 好了 基本上 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 美國國務院 就 決定 就 援助這位 反對派的 智峰總統 兩千萬 美元 這兩千萬 我看來就有些奇怪 奇怪 如果你捐兩千萬 給委內瑞拉 來發展經濟 來搞好經濟 無疑是 擔沙失海 連 塞拿拿都不夠 是吧 如果 這兩千萬 是給這位 智峰的總統呢 那很可能 他就真的發財了 他就說 如果他能夠 拿到袋子 美國一定不會 這樣做的 所以 比較合理的解釋 應該就是 給反對派的 你們 和我 推倒 馬道羅 應該的目的就是這樣 美國干涉 帝國的內政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這個例子很多 美國 甚至 動用軍事手段 來推翻馬道羅 我都可以理解 因為 這些 線例是有的 但是 我有一件事 不多理解的是什麼呢 就是 馬道羅宣佈 要跟美國 轉交 自己 委內瑞拉 駐美國 市領館的外交人員 三日 七十二十四 要全部 切回去 亦都要求美國的 市委內瑞拉 外交官 七十二十四 走人 但是 美國 警察說 我不知道 你說 斷交 我不跟你斷 理由 就是說 真正的總統 是那位 貴多 可以 馬道羅 你是司法的 你沒有權力 宣佈斷交 但是 人家 掌握著 軍隊 掌握著 法院 掌握著 國家的 政權 那你 不斷都不行 是吧 很可能 我認為 這裡 好像 美國有些 深層的考慮 有 陰謀論 就說 因為 美國的大使館裡面 很多秘密 是吧 所以幾打都不走 一走 就被你 全都起底 但是我認為 有三天時間 什麼都搬了 是吧 很可能 根據我的推想 應該就是 我幾打都不走 留幾個人在這裡 如果你敢動我的時候 這個是我 採取 進一步的 甚至非常激烈的手段 的一個藉口 所以 我這些 或者 也是陰謀論 但是 到底是怎樣 要再看一段時間才知道 或者三天之後 七十二小時之後 大概會有新的發展 希望 就不會太激烈 太離譜 是吧 斷交就斷交 斷幾年 馬道羅 我想他都不走得多久 是吧 現在的情況下 他走了 第二個人上台 又是搬回去 復交就可以了 什麼事都沒有 是吧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最主要的 美國和委內瑞拉 這段 這樣的 糾紛 這段 矛盾 衝突 到底能夠維持多久呢 就要看馬道羅 能夠 這個政權 能夠堅持多久 好的 那我們在這裡 稍微休息一會兒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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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